Sereena的廚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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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大家好 歡迎來到Sereena的廚房 這一次想來分享我自己平時會用哪些半成品來製作飲品 所以今天要做的飲品是 黑糖鮮奶 加嫩仙草 只需要三种材料 准备的时间也不会超过五分钟 要提前冷藏所有的材料哦 这里是我个人推荐使用的黑糖糖浆 有两种包装 小和的会更容易掌握分量 我使用的仙草是本身就有一定甜度的 质地也很滑 感觉很适合奶茶类饮品 先将仙草分成小块方便食用 随意一些的形状反而会比较好看哦 制作方法其实就是将它们按比例混合 非常非常简单 直接倒进一支玻璃杯 透明的杯身可以提高饮品的颜值 接着将糖浆顺着杯壁淋一圈 随意一点就好 不要太均匀 一杯差不多就是一小盒 这款黑糖糖浆不算非常浓稠 很好倒出来 甜度也适中 最后加入2%的牛奶 2%的牛奶是最适合做饮品的 因为喝起来有微微的清甜 很舒服 做好的饮品甜度适中 仙草的微苦 会带来一丝清爽 喝之前还是要好好搅拌一下才更好喝 如果大家想要提高饮品的颜值 记得将杯子在冰箱里放置几分钟 黑糖糖浆会在杯壁上停留比较久 做出超棒的纹路效果 使用半成瓶真的超简单 快来试试看这杯不会失败的黑糖鲜奶吧 选择好用的半成瓶来制作 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享用到美味 终于能够在家里实现黑糖鲜奶自由啦 那么这期就到这里啦 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分享 可以的话请忘记按个喜欢和订阅哦 也可以开启小铃铛 获得最新影片提醒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支持